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王大妈搬出冰箱里泡了两天的黑木耳打算凉拌食用虽然在吃之前煮了一遍但在食用后一小时还是出现了腹痛等症状送到医院之后经检查王大妈因米教军酸中毒导致肝肾功能恶化需进行肾脏透析治疗经医护人员抢救后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关于使用浸泡过久的木耳中毒的事件常有发生2020年10月 黑龙江省基西市基东县新农镇居民王某某及亲属义气一共有12人在其家中聚餐 其中9个人全部食用了自制酸辣汤因米教军酸中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5年一个小女孩因为食用了泡发很久的木耳耳丢失生命 罪魁祸首也是这个米教军酸米教军酸到底有多毒 要说米教军酸就要先说说椰毒甲丹包菌它俩是亲戚关系 米教军酸是由椰毒甲丹包菌属酵米面亚中产生的毒素 泡发太久的木耳银耳变质的酸汤子和粉米粉等都可能会有这种毒素 最可怕的是米教军酸不怕高温根本主不死 并且致死率高为40%以上 要想避免米教军酸中毒 生活中还真的要非常注意 黑木耳泡多久最合适 很多关于米教军酸中毒的事件 都是因为食用了泡发时间过久的黑木耳导致的 黑木耳到底泡发多久合适呢 建议泡发黑木耳的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水温不要太高 一般设施30度为最适宜的温度 有实验表明在泡发超过6个小时的时候 黑木耳的边缘就会出现开裂的现象 严重影响木耳的品质 也更容易受到微生物污染 有些人以为黑木耳可以降血压 其实不是 黑木耳不仅容易购买 而且还比较耐储存 很多家庭厨房中都会准备一些干木耳 吃起来口感劲道 不过有一些人吃黑木耳是希望可以降血压 专家表示 吃黑木耳真的不能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营养专家表示 并没有某种特定食物吃了就能降血压 只能说对稳定血压有帮助 研究发现 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能显著降低高血压的发病率 这主要是因为蔬果富含力于血压控制的营养 比如甲、煤、钙、膳食纤维、抗氧化物质等 对于木耳来说 即便是100克的水发木耳 仅含有52毫克的甲 还没有小白菜的一半高呢 所以别指望吃木耳就能降血压哦 但木耳的膳食纤维含量还可以 吃100克水发木耳 可摄入2.6膳食纤维 几乎是大白菜的2.9倍 泡发木耳的时间别太久 建议控制在4个小时以内 喜欢吃木耳就吃它的营养和口感就好 别指望降血压哦